今天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情况 以及乌克兰战争导致的与经济有关的话题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关注我们的频道 最新消息 俄罗斯已经对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实施制裁 以回应美国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及其亲信采取的制裁 俄罗斯还同时制裁了拜登的儿子亨特 前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和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 禁止他们进入俄罗斯 但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与受制裁个人进行正式接触的大门仍然敞开 俄罗斯在声明中说 如果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我们不拒绝恢复正常关系 如果有必要组织高层接触 我们也可以解决被制裁人的身份问题 他补充说 在不久的将来 俄罗斯可能扩大制裁名单 包括美国高级官员 军人 立法者 商人 专家和媒体人 他称这些人是恐恶分子 或是有助于煽动对俄罗斯的仇恨 他说 我们将对他们采取限制性措施 今天凌晨 俄罗斯向基辅的居民区开火 两枚火箭弹击中了基辅的一座公寓楼 并且引起火灾造成四人死亡 乌克兰总参谋部的最新消息称 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多个城市的关键基础设施 发动导弹和炸弹袭击 特别是在马里乌波尔 俄罗斯军队仍然在试图占领这座已经被包围的城市 乌克兰军方还表示 他们发现一架俄罗斯用来监视的无人机 越过边境进入了邻国波兰 乌克兰空军表示 这架无人机在飞回乌克兰领空后 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这架无人机似乎正在监视一个靠近波兰边境的乌克兰军事训练中心 该军事中心周日被俄罗斯导弹击中 造成至少35人死亡 这是战争无人机进入北约成员国领空的最新事件 今天三个北约国家的领导人出发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 备受瞩目 这三个国家分别是波兰 捷克和斯洛文尼亚 捷克总理菲亚拉表示 该小组是作为欧洲理事会的代表出访 并且将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 波兰强调 虽然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已经获悉此行 但是此次出访与北约活动无关 几位领导人今天乘坐火车 共同前往基辅计划为乌克兰提供一揽子支持 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说 欧洲必须保证乌克兰的独立 并且准备好帮助乌克兰重建 与此同时 北约首脑呼吁中国明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要向莫斯科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据英国金融时报本周报道 在俄罗斯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后 美国已经通知盟友 中国表示愿意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 北约秘书长斯图尔腾伯格今天说 中国应该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 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野蛮入侵 任何对俄罗斯的支持 包括军事支持或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支持 都会帮助俄罗斯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发动一场残酷的战争 斯图尔腾伯格还补充说 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有义务切实支持和维护国际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 今天中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不希望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西方制裁的打击 外交部称 中国外长王毅昨天与西班牙外长进行了通话 就当前乌克兰局势交换了意见 王毅说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 也不希望制裁影响中国 中国有权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乌克兰战争已经进入了第20天 全世界都在判断这场战争将何时结束 昨天晚间 乌克兰总统办公厅的主任阿雷斯托维奇表示 乌克兰战争很可能会在5月初结束 届时俄罗斯将耗尽他们的资源 确切的时间将取决于克里姆林宫 愿意为战争投入多少资源 阿雷斯托维奇说 我认为战争结束不会晚于5月 5月初我们就应该能够达成和平协议 也许会更早 他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个分叉路口 要么很快达成和平协议 在一两个星期内撤军 要么俄罗斯会试图召集更多人 比如说叙利亚士兵 他补充说 即使达成和平协议 小型冲突仍然可能持续一年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昨天晚间的讲话中称 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损失 已经超过了在车程两年战争的伤亡总人数 昨天晚间 一名妇女闯入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画面 引起全球关注 电视画面显示 一名妇女跑到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一档晚间新闻节目的现场 手上拿着一张海报 上面写着停止战争 不要相信这些宣传 他们在骗你 俄罗斯人反对战争 他在镜头关闭前大喊 停止战争 不要打仗 该妇女后来被证实 是俄罗斯新闻制片人玛丽娜 她今天出庭面临指控 她的律师今天发布了一张 与她的合照 精神看起来不错 根据俄罗斯总统普京 本月早些时候签署的一项新法律 可以对这名妇女提出指控 该法律禁止传播有关俄罗斯军队的虚假消息 被定罪可能面临最高15年的监禁 克里姆林公称 玛丽娜的行为是流氓行为 并且称赞国家电视台是客观新闻的支柱 俄罗斯当局试图压制任何与克里姆林公描述不相符的战争信息 在3月6号的反战抗议活动中 有3000多人被拘留 人权组织估计 自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已有近15000名抗议者被拘留 脸书、推特和Instagram在俄罗斯已经被屏蔽 欧盟今天批准了针对俄罗斯的第四套制裁措施 包括广泛禁止对俄罗斯能源部门的投资 禁止向该国出售高价值的奢侈品 以及对俄罗斯企业高管和寡头实施新的针对性的制裁 欧盟还将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钢铁 俄罗斯损失的出口收入预计将约为33亿欧元 并且禁止欧盟信用评级机构 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公司提供评级服务 然而这些措施并没有达到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上周最初提议的程度 有一些被撤销 欧盟外交官表示 在推进对俄罗斯制裁的事件上 欧洲内部已经开始出现分歧 以波兰为首的一些国家 推动采取更加深远的措施 而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则敦促谨慎行事 制裁将会于今天晚些时候开始生效 制裁中有一条提及 停止对俄罗斯的信用评级服务 这将影响俄罗斯的债权市场 从债权市场来看 俄罗斯需要数年时间才能重新进入全球金融体系 俄罗斯政府债券上周跌破1美元10美分 使俄罗斯的债务与5年前陷入饥荒的委内瑞拉相当 这一估值接近连续违约的阿根廷所设定的债券最低水威胁 阿根廷在与对中基金进行了激烈的法律斗争后 花了15年时间才还清债权人的债务 本周三俄罗斯面临以美元计价的债券的关键利息支付 俄罗斯财政部向投资者发出了相互矛盾的信号 到底是打算以美元支付还是以卢布支付 这种不确定性引发了人们对可能违约的担忧 基金经理也在争论 债权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收回他们的钱 俄罗斯债券此前被评为投资级 交易价格在100美分左右 直到入侵乌克兰 引发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前所未有的金融制裁 克里姆林公采取的应对措施 包括阻止以美元和欧元等外币来支付债券 这激起了对违约的恐慌 市场人士表示 如果发生违约纠纷 即使你赢得了一项判决 但是对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执行判决将会非常困难 分析是说 将俄罗斯拉到谈判桌上同样很困难 因为俄罗斯可以在没有国际借贷的情况下生存多年 根据标普的数据 去年俄罗斯约80%的债务都是由国内投资者持有 其石油出口增强了政府的现金储备 使国际投资者几乎没有谈判的筹码 即使乌克兰战争结束了 外国债券持有人可以与俄罗斯达成债务重组协议 也将会受到欧美对俄罗斯制裁的影响 这些制裁目前尚不确定会持续多久 因此国际投资者现在最好的方法只能够保留这些债务 静观事态发展 今天将与大家分享关于石油 人民币以及中国经济方面的消息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知情人士称 沙特阿拉伯正在与北京积极谈判 以人民币对部分石油进行定价 此举将会削弱美元在全球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 并且再次证明了世界顶级原油出口商对中国的倾斜 知情人士透露 沙特与中国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合同的谈判 已经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六年 但是随着沙特人对美国的安全承诺越来越不满意 今年的谈判速度加快了 沙特对美国不支持他们干预也门内战 以及拜登政府试图与伊朗就核计划达成协议感到愤怒 沙特官员表示他们对去年美国从阿富汗突然撤军感到震惊 中国购买了沙特阿拉伯出口石油的25%以上 如果以人民币计价 这些销售额将提升人民币的地位 沙特还在考虑将人民币计价的期货合约 纳入沙特阿拉伯石油公司的定价模式 对沙特阿拉伯而言 将其每天620万桶原油中的一部分 以美元以外的任何价格定价都将是一个深刻的转变 全球大部分石油销售约80%都是以美元来完成的 自1974年以来 沙特与尼克松政府达成协议 一直以美元交易石油 而美国为沙特提供安全保障 中国在2018年推出了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合约 致力于让人民币进入全世界 但是始终无法削弱美元在石油市场的主导地位 对中国来说 使用美元已经成为一种风险 美国对伊朗核计划的制裁和对俄罗斯的制裁都突出了这一点 中国加强了对沙特的拉拢 近年来 中国帮助沙特阿拉伯建造了自己的弹道导弹 就核计划提供咨询 并且开始投资穆罕默德亲王的项目 华尔街日报透露 知情人士称 沙特阿拉伯已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访问利亚德 加深与北京的关系 预计这次旅行将在今年4月初开始的伊斯兰教摘月之后进行 这可能是习近平自新冠疫情开始以来的首次国外旅行 其中一位知情人士称 利亚德计划届时给予习近平热情的接待 一位沙特官员说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和习近平是亲密朋友 都明白建立更加紧密关系的巨大可能 这不仅仅是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石油 我们从他们那里购买武器这么简单 与此同时 沙特与美国的关系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逐渐恶化 拜登在2020年的竞选活动中表示 沙特是2018年沙特记者遇害事件的罪魁祸首 美国情报部门称 是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下令杀害了记者卡舒吉 穆罕默德上个月拒绝与拜登通话 与此同时 美国与沙特的经济关系也正在减弱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 美国曾经在1990年代初 每天要进口200万桶沙特原油 但是到2021年12月 这一数字已经降至每天不到50万桶 相比之下 中国的石油进口在过去30年中 随着经济的扩张而增加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 沙特阿拉伯是中国2021年最大的原油供应国 日销量为176万桶 其次是俄罗斯 日销量为160万桶 一位熟悉中沙谈判的沙特官员表示 动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与沙特的关系改变了 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他们正在向沙特提供许多激励措施 这位官员说 中国一直在向沙特王国提供你可以想象到的一切 但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称 沙特以人民币向中国出售石油的想法 是高度波动和激进的 并且不太可能实现 这位官员说 沙特人过去曾经在华盛顿和利亚德之间关系紧张的时候 也提出过这个想法 美国官员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 每天将数百万桶石油交易从美元换成人民币 可能会扰乱沙特的经济 沙特的货币利亚尔与美元挂钩 穆罕默德亲王的助手一直在警告他 如果他仓促推进人民币计划 将会造成不可预测的经济损失 以人民币进行更多的销售 将使沙特阿拉伯与中国的货币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 而由于北京对人民币进行严格的控制 中国的货币并不受国际投资者的欢迎 因此以人民币销售石油 可能破坏沙特政府的财政前景 一些官员提醒穆罕默德亲王 接受以人民币支付石油费用 会给沙特在海外的美国国债收入带来风险 而且中国境外的人民币供应有限 对沙特经济的影响 还将取决于石油销售数量和石油价格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摆脱以美元计价的石油销售 将使沙特王国的收入基础变得多样化 一位熟悉谈判的人士透露 目前沙特仍然计划用美元进行大部分的石油交易 但是沙特放出人民币计价 可能会诱使其他石油生产商 也以人民币为出口中国的产品定价 包括俄罗斯 安哥拉和伊拉克 因此沙特此举可能会削弱美元 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 几十年来 华盛顿一直依赖美元来发行国债 并且为预算赤字提供资金 经济学家卢福特撰写了一本 关于去美元化的书 他说 石油市场以及延伸到整个全球商品的市场 是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保证 如果这块石头被拿出来 这堵墙就会开始倒塌 习近平的沙特之行正值中东地缘政治变化之际 中东地区对华盛顿的持久支持有所怀疑 尤其是在美国匆忙撤出阿富汗之后 许多地区伙伴正在寻求新的安全和经济联系 乌克兰战争进一步凸显了中东传统联盟正在发生的变化 沙特阿拉伯拒绝了美国要求增加石油以抑制油价的要求 阿联酋则无视美国的游说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俄罗斯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 北京还与沙特阿拉伯的主要竞争对手伊朗保持着友好关系 如果伊朗同意与美国恢复核协议 沙特可能会寻求利用这种关系 习近平最后一次会见穆罕默德亲王是在2019年 当时他访问北京签署能源和贸易协议 穆罕默德亲王最近也一直待在国内 过去两年只有到过少数几个中东国家 熟悉谈判的人士说 与中国以人民币为石油定价的谈判 在穆罕默德亲王2016年首次正式访问中国之前就开始了 当时王储要求当时的能源部长法利赫研究这一提议 法利赫身边的人说他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是他也不能阻止谈判 因为船已经起航 赞成这一转变的沙特官员则认为 沙特可以用部分人民币收入来支付建设沙特大型项目的中国承包商 这将有助于减轻与货币资本管制有关的一些风险 中国还有一系列的激励措施 比如说承诺在沙特进行数十亿美元的投资 人民币定价也可以让沙特对中国有更大的影响力 并且有助于说服中国政府减少对伊朗的支持 专家表示在欧美制裁俄罗斯限制其外汇储备的背景下 中国想以人民币支付石油进口的愿望不能够忽视 一旦真的发生 各国对人民币和其他货币多元化发展的任何怀疑 都会随着这一巨大步骤而结束 中国的经济现在面临着疫情和乌克兰战争的双重威胁 在今年的两会上习近平试图为其政策注入信心 他在3月6号说大国博弈越来越激烈 中国的发展仍然有很多战略优势 但是同一天 李克强称今年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 国内发展的困难和挑战增加了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 国务院高级顾问胡伟一篇关于中国亲俄政策的文章 在网上引发了讨论 他写道 中国不能够与普京挂钩 需要尽快切断这种联系 与俄罗斯断绝关系将有助于树立中国的国际形象 缓和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 但是不久这篇文章就被撤下 党内人士说 在一个试图高度统一意见的国家 这些不同的信息 暴露了党内高层围绕习近平政策的紧张关系 去年习近平召集整个政府 支持他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运动 北京的一位经济顾问表示 领导层曾经预料到某些行业会受到冲击 但是经济最终放缓的速度 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他透露 年终的高层政治会议 几乎承认了习近平的经济运动 有点走得太远了 对中国来说 健康的经济是一党制的关键 波士顿大学长期观察中国政治的教授说 对于中国的地方官员来说 经济是唯一一个 他们可以用事实说话的领域 他们可以向习近平表明 虽然他们在政治上忠诚 但是有些政策的确不太顺利 以上就是今天中国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